最新的娱乐资讯 最全的娱乐分析 最爆的娱乐看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鱼与鱼 好好的生活不珍惜会是什么下场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曾经在歌坛红极一时的六位歌手 看他们是如何将自己作死的 他们如今的结局一点也不值得同情 一 霍尊 霍尊1990年出生于上海 他是一名新二代 他的父亲是著名歌手火峰 母亲是歌手仲小平 在霍尊很小的时候 他的父母感情破裂离婚 他跟随母亲生活 受父母影响 霍尊从小就展现出了在音乐上的天赋 他钢琴弹得特别好 每次钢琴考试都能跳级 不过对于霍尊要走音乐之路 火峰并不赞成 在他看来 霍尊性格软 没有特别强的表现欲望 不适合走音乐之路 因此高考结束后 霍尊在家人的建议下 放弃了报考音乐学院 进入了一所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学习 进入大学后 因为热爱 霍尊偷偷拾起了音乐梦 他跑到酒吧助唱 并因此被星弹发掘 2010年 20岁的霍尊正式签约了经纪公司 迈入乐坛 在他成名之前 他在2012年有了一位名叫陈璐的女朋友 那时候他们爱得热烈 没有人会想到 9年后他们会互相残杀 两败俱伤 在他们互相伤害彼此之前 2014年 霍尊凭借一首卷珠莲大火 并成功登上了春晚 2018年 霍尊成功入选音乐领域 2018福布斯 中国30位 30岁以下精英榜 那时霍尊是外界看好的乐坛星星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2021年 这颗星星就被毁灭了 2021年8月10号 陈璐发布长文控诉霍尊 指责他约炮 对他进行冷暴力 与其他女孩暧昧 他还说自己为了霍尊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为他花费了300多万 8月11号 陈璐又晒出霍尊的聊天记录 这些聊天记录的尺度非常大 比如带女孩去私人影院发声故事 吃药补肾等等 陈璐成功将霍尊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霍尊成了渣男 面对陈璐的指控 8月14号 霍尊发文否认了陈璐的指控 并宣布告别演艺工作 这意味着娱乐圈从此再也没有霍尊这个人 就在大家以为这件事情以陈璐胜利结束时 2021年12月23号 媒体爆出重磅消息 陈璐因涉嫌对霍尊敲诈勒索 被采取了取保候审的行事强制措施 可以说这对曾经的猎人走到如今这一步 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可这又怪得了谁呢 还不是他们自己作的 2.PG1 PG1原名王浩 1994年4月出生于黑龙江省赵东市的一个英式家庭 虽然家境不错 但PG1读书成绩很差 在高中时甚至还被班主任要求留级 可还没读几天 他就因为一些事情遭到了学校和老师的误解 年轻气盛的他直接选择了辍学 辍学之后 PG1很颓废 他不出家门 一天到晚宅在家里看动漫打游戏 直到有一天 他误入了某网络平台的饶舌频道 他迷上了嘻哈音乐 从此他钻研嘻哈音乐 在2012年正式进入说唱界 他出了不少单曲 拿下了不少说唱比赛的冠军 并于2017年成名 2017年 PG1参加了音乐选秀节目 中国有嘻哈 获得全国总决赛冠军 在他参加比赛的过程中 他圈了一个明星粉丝 这个粉丝便是李小璐 为了让PG1夺冠 李小璐还拉上丈夫贾乃亮 一起为PG1出钱出力 在夺冠那天 PG1特意感谢了李小璐 贾乃亮夫妇 可让贾乃亮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将PG1当做小兄弟 PG1却惦记着嫂子 2017年12月29号晚 李小璐夜宿PG1家 那天贾乃亮进行了正常的直播 网友问他李小璐去哪了 贾乃亮对网友说 李小璐去做头发了 李小璐骗了他 没过多久 李小璐夜宿PG1家 被八卦媒体曝光 震碎了大众的三观 因为这件事情 PG1扶摇而上的音乐事业 戛然而止 他成了人人喊打的无耻之人 李小璐因不守复道 身败名裂 断送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他和贾乃亮的婚姻 也因此破碎 如今夜宿门事件 已经过去快五年 没有任何一个主流平台 会用PG1 有一次他到西安的 一家酒吧演出 不仅不能在舞台上表演 还被观众喝倒彩 最后表演不到十分钟 就匆匆离场 如今相关部门发文 禁止劣迹一人复出 曾尝试过复出的PG1 复出无望 PG1走到今天这一步 完全是久由自取 一点也不值得同情 三 陈雨凡 陈雨凡原名陈涛 他是一位大院子弟 1975年出生于北京的海军大院 陈雨凡能走上歌手之路 与一场肝病有关 年少时 身患肝病的陈雨凡 身心遭受了巨大的折磨 他觉得人生一片黑暗 甚至想过了结自己的生命 在这样昏暗的日子里 是音乐陪伴了他 成为了他生命里的光 于是在康复之后 陈雨凡进入了音乐行业 他还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胡海权 他们组成了羽权组合 并于1998年签约了滚石唱片 一年后 羽权组合发布第一张专辑最美 狂销了百万张 陈雨凡和胡海权成名了 随后他们推出的冷酷到底 热爱 美你不行等专辑 各个大火 在音乐事业取得成功的同时 陈雨凡涉足影视行业 2005年经过姐姐的推荐 陈雨凡进入了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剧组 在这个剧组 陈雨凡认识了当时 还积极无名的白百合 当这部戏拍完 他们的感情也升温了 在杀青宴上 白百合深情地对陈雨凡说 我想和你在一起 因为和你在一起感觉很幸福 一年后 他们登记结婚 在办完相关手续后 他们两人跑去纹了戒指 那天陈雨凡动情地对白百合说 除非我这根手指断了 否则他永远不会离开我 婚后第三年 他们的儿子陈胜彤出生 那使得他们十分爱 让外界十分羡慕 白百合也凭借陈雨凡 精确的资源和自己的努力 凭借试炼33天 捉妖剂 滚蛋吧肿瘤军等影片 成为知名女星 不过这种幸福和成功 在2017年4月灰飞烟灭了 彼时八卦媒体拍到 白百合和一位小鲜肉 在泰国游玩 白百合还使出了一指禅 一时之间 白百合被指婚内出轨 声名尽会 大家非常心疼陈雨凡 在白百合被舆论绞杀几天后 陈雨凡发文称 已在2015年与白百合离婚 因此白百合和小鲜肉的事情 不算婚内出轨 慢慢的 白百合约会小鲜肉事件 就没人再提了 陈雨凡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但让大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2018年 陈雨凡竟然吸毒被抓了 陈雨凡将自己作死了 而这一年也是 雨犬组合成立20周年 陈雨凡吸毒被抓 意味着雨犬组合 一系列演唱纪念活动取消 意味着雨犬组合 从此退出了音乐舞台 而陈雨凡被责令接受 社区戒毒三年 时间为 从2018年12月17号 至2021年12月16号 如今陈雨凡已经戒毒结束 他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家没了 音乐事业也没了 一手好牌被他打得稀烂 但这怪不了别人 四 罗志祥 罗志祥197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吉隆市 他从小就展现了音乐天赋 他在六岁时和父亲一起参加中国电视公司的六灯奖节目的亲子歌唱大赛 就获得了亚军 1995年16岁的罗志祥参加四大天王就是你模仿大赛 获得郭富城组冠军 从而正式进入演艺界 在演艺界拼搏几年后 他凭借showtime 潮南正传 罗生门 狮子喉等音乐专辑成为知名歌手 在歌坛取得成功的同时 他还涉足影视界 斗鱼2 转角遇到爱 海派甜心 西游 小摸片 美人鱼等影视剧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演艺事业进入低谷时 他在2015年又凭借综艺节目极限挑战再度翻红 再度翻红时 罗志祥身边还有一位稳定的女友 这位女友名叫周扬青 彼时他们已经相恋四年 对于和周扬青谈恋爱 罗志祥曾公开说 他和周扬青是以结婚为目的进行交往 有意思的是 翻红的第二年 他就陷入出轨门 他被台媒爆料和演员余大梦有故事 对于此 罗志祥进行了否认 周扬青也选择了相信他 让大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2020年周扬青就亲手撕碎了罗志祥 这一年的4月23号 周扬青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长文 揭开了罗志祥的真面目 周扬青称 罗志祥和旗下女艺人化妆师 长期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还说只要他不在家 罗志祥就约炮 还说罗志祥去外地也是各种约 他还爆料说 罗志祥和他的兄弟们玩多人运动 周扬青亲手揭开了罗志祥的渣男面目 网友调侃他是时间管理大师 被周扬青拾锤后 罗志祥声名尽毁 成了劣迹艺人 不过罗志祥不甘心 就这样事业被毁 他多次尝试付出 无一例外的是每次都付出失败 如今相关部门明令禁止 劣迹艺人付出 希望罗志祥还是死了那条付出的心 5.刘晓东 很多人对刘晓东这个名字可能很陌生 但他在2015年参加星光大道时 用鼻子唱歌 用鼻子喝牛奶等绝技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还进了吉尼斯记录 通过星光大道走红之后 刘晓东一连上了好几个央视节目 和萨维宁一个买题同台 还出了自己的原创专辑 可以说红极一时 但前段时间 刘晓东却在直播里展示了自己住在桥洞里的生活 他自曝自己这两年落魄了 目前欠债千万 不敢住在家里只能住在桥洞里 从直播的画面来看 刘晓东住的桥洞旁边就是水沟 他在地上铺了一张毯子 上面放着水壶药品 几本书还有红色的高跟鞋 睡觉的时候就用军大衣盖着 刘晓东还说自己去做过装卸工赚了115元 但也有网友提出质疑 有网友提出刘晓东的发型明显是烫过的 而且应该不便宜 而且他的毯子上放着高跟鞋和葵花宝典 令人觉得奇怪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还是希望刘晓东能尽快回到家里生活 娱乐圈从不乏一夜成名的例子 也不乏宏击一时的明星 但要维持一生的风光并不容易 像这五位曾经风光的歌手 有人被时代淘汰 有人毁于自己手中 有人因为无奈的原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咱们